家人當然擔心 甚至還是會有勸說離開我們離職 隨著海外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從外地回流的澳門居民 為小城市帶來第二輪疫情衝擊 而在澳門政府協調下 共有12間酒店願意響應防疫措施 成為臨時醫學觀察用酒店 供外地回流人士作醫學隔離 阻止疫情在社區爆發 阿龍所工作的京都酒店 就是其中之一 在酒店進行抗疫任務期間 阿龍就要為入住人士進行登記 處理他們的需求 有時亦要安撫住客情緒 雖然自己都會辛苦會擔心 但他和同事們都願意守在這條前線 即使酒店出現了確診患者 都不退縮 當接到這個任務了 其實實際上並不意外 因為遲早會在我們酒店裡面 有一間會作為隔離酒店 確診的機率還是很高的 基本上每一家隔離酒店都會有 所以當時我們還是入住之前非常緊張 但是入住過程中還是保證一個速度 怕客人在酒店大堂機的人數太多 互相感染 然後之後就是當得知確診第18例以後 我們的相關同事也進行了自我的隔離 而在酒店餐飲部工作的陳奕軒 在面對疫情風險時 亦都繼續跟同事們建守崗位 為隔離的住客提供善食 在做足防護措施 以及尊重政府指引之下 大家都順順利利 身體健康地完成任務 當時也有掙扎過 也有害怕 因為當時澳門的疫情不斷地上升 當自己真身走到前線的時候 進入了那個工作狀態 其實已經忘了我沒有害怕的心理 當時在做這個服務的過程之中 政府衛生局也跟我們做了一個培訓的工作 技術指引做到零見面零接觸 好像做平時的參與服務 早晚三餐配送給醫學隔離的訪客 在酒店前線的支援配合下 政府可以更有效地應對疫情衝擊 如今包括京都酒店在內 越來越多臨時醫學觀察酒店 功成身退 澳門的第二輪疫情也有緩和跡象 期望疫情進發迎來結束的一天 讓一眾為澳門抗疫盡心盡力的愛顧門 可以與家人團聚 在熱情人的事 有時更有效地 狂熱力的孤狂 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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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